什么是肝火?肝火旺,中医称,肝火上升,是属于人体内脏气血条件出了问题,不是很严重的情况,临床中医会用火来形容身体内的某些热性症状,而上火的程度较热气重些,一般所说的上火,就是人体营养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。 肝火旺的症状,在出现肝火旺一长痘痘,特别是春天和夏天是人体肝火最旺盛的季节,如果我们身体的肝火旺就相当于体内的湿气被点燃了,导致体内产生湿热,火往上行走,上行至头面,由于头面没有排毒的出口,就只好从皮肤排出了,自然而然就加剧了痘痘的问题,因此,出现如不注意就会导致肝火旺的症状。 如饮食灶热,休息不足,都会导致肝火旺的,一般情况下,肝火旺除了长痘痘,才会出现脾气暴躁,失眠,心慌等症状,熬夜也会长痘痘,在一定程度上睡觉不好,或者休息不够的话,都会导致肝火上行,特别是熬夜,会加重肝脏的负担,出现也许肝火旺,如何调理? 一,枸杞泡水,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,对眼睛和肝脏都非常有利,对经常导致的朋友,肝脏应该是重点保护的对象。 二,补充化物质,确保日常饮食中可以摄取到足够的化物质,乳酪、钙、钾等。 三,蛋白质,能修复肝脏,一些高蛋白,低热量的食物是肝脏的最爱,如鸡蛋、豆腐、牛奶等。 四,因为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,能起到修复肝细胞,促进肝细胞再生的功能。 四,远离酒,酒精对肝脏的损伤是极其不利的,所以建议有肝脏问题的人群一定要接酒。 五,均衡营养,注意均衡营养,每天每类食物都要摄取,并按照一定的比喻,用餐时尽量多选择,多替换。 六,调整作息,人体的肝脏在夜晚11点的时候,就进入自我修复状态了,所以日常应该在这个时间以前睡觉,而上班族平时多吃点养肝护肝的食物。 七,适当运动,每天应到适当的运动,这样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,让肝脏功能更好的运行,但是,运动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决定运动的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